請拉我們的紅布條 古山渡輪站全新郵電渡輪正式啟用 穿上外觀貼上圓滾滾的黃色小鴨相當吸睛 最重要的是還能減少污染排放 剛好市長陳其邁出席啟用典禮 信心喊話古山觀光發展 我想減輪減開是一個趨勢啦 也希望說未來新造的渡輪都能夠以這個電力為主 其實這裡也兼具觀光的一個服務 我們也希望說持續的來打造 然後高雄成為一個魅力的城市 最主要的航線 當然是市長最在意的騎金人的潛意 這個我們一定要顧到 所以新的船就是跑古山到騎金 每天我們預定限定兩個航次 那其他的航次就是跑古山跟騎金 以往傳統的渡輪時不時會排放油臭味 船內照應也很大 到了夏天時內相當悶熱 全新郵電渡輪不僅沒有污染排放 船市一改過去環境採用半露天的方式 提高民眾搭乘品質 即使起將會在古山渡輪站開放航班 也讓後傳室的民眾相當期待 我覺得雖然不像算氣窮 就是那麼壯觀 但是也是覺得很可愛 可能上去心情會變好 因為我是很小的時候有來 應該是高雄 就是愛河那邊看過黃色小鴨 那就同年回憶 後來因為就很久沒有坐船 輪船公司也預告 將會在年底之前 在台灣兩艘傳統游輪 為了響應連結活動 高雄市府也宣布 郵電渡輪將在27號上午來到高雄港 除了擴大宣傳古山觀光產業 也要向市民喊話高雄正在改變 人間威視王商業高雄咱們報導